你能够记住几辈子的事了 山西老太自成活了158岁 经历三世轮回 一世男人两世女人 前朝做过状元 今世便为村姑 所以半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 却写的一首好字 对长安洛阳更是如数家珍 连专家都表示不可思议 难不成这世上真的有再生人 前世的记忆会跟着主人投胎轮回 自古以来人死后会去哪 一直是学术界里探讨的焦点 古人认为会经六道轮回继续转世 而西方科学则发现 灵魂消失很可能是进入了另一个未知世界 直到牛文奇老人的出现 我们才恍然意识到 也许古人比我们知道的更多 家住陕西十楼县的他 早些年曾被村民当作疯婆子看待 因为牛文奇经常当着邻居的面 唠叨自己前两世的经历 我第一世是商人赚了好多钱 第二世点过状元还见了皇帝 久而久之 大家都对他避之不及 可谁料有一天 他到村长家去 几个孩子正趴在桌子上 被一道题难得抓二脑腮 只见牛文奇瞥了一眼 随口就说出了答案 一旁的村长见状 整个人都愣住了 一个村姑半辈子没上过一天学 是怎么做到的呢 取料牛文奇笑着带大家 来到自己房间内 拿出笔 就在地上写写画画 历史 人文 地理 洋洋洒洒 写了几百字 自此后 村里人对于他的故事深信不疑 与此同时 这一奇闻惊动了电视台 专家们决定亲自上门弄个明白 面对镜头 牛文奇侃侃而谈道 他第一世是个男人 大名周桂才 家住陕西 曾靠贩卖罗马 积累了万贯家财 后来又娶了当地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只可惜没来得及享受 37岁就得病死了 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 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的他 居然冲着记者吆喝了几句陕西话 对此 邻居也在一旁打包票 原来几年前他家的罗子病了 眼看着就不行了 还是牛文奇给了一个方子 要到病除 你说 若不是上辈子的经历 一个农村老太太怎么可能懂得这些呢 就在专家们百思不得其几时 老太太又语出惊人道 我这辈子当村姑都是上辈子做得厉害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山西老太自成活了158岁 经历了三世轮回 一世男人 两世女人 前朝做过状元 今世便为村姑 原来在牛文奇8岁那年 他不知何故生了一场大病 高烧几天几夜下不来 朦胧中 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周围鬼哭狼嚎 煞是恐怖 只见阎王爷对他说道 你上辈子女扮男装 高中状元 扰乱人间秩序 这辈子就罚你吃苦受罪 做个村姑 说完 牛文奇就睁开了眼 自那天开始 他仿佛变了一个人 不仅能熟读四书五经 而且还写的一首好字 据他回忆 自己第二世名叫叶文国 是一个女儿身 家住河南洛阳 祖上均在朝廷任职 因为无事可做 便请了教书先生帮他试字 其料 这一世的牛文奇 天资聪颖 过目不忘 对写文章信手拈来 恰逢一年一度的恩科在继 本来家族推举叶国文的表哥应试 只可惜 其人才学平庸 不堪大用 关键时刻 叶家想起了女扮男装之计 于是 叶国文换上表哥的名字 参加了科举 结果一首妙文深得主考官赏识 最后竟在龙殿上高中状元 只可惜在上任的途中 因身体孱弱 暴毙而亡 年仅29岁 听着这些天方夜谭的话 专家们半赏回不过神来 可谁料 村民们却表示 早年间 曾到牛文奇提到的地方走访过 结果和他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 紧接着 老人家又开口了 其实我这一世 在25岁那年就该难产而死的 原来自他有了前两世的记忆后 牛文奇便能看到一些 常人无法理解的东西 而他自己为了渡过那个坎儿 自八岁开始便积德行善 长大后更是节衣缩食 发红院为村民修建 培沟村观音庙 以此来赎前世罪孽 果然他这一世活了88岁才寿终正寝 其实近年来 关于再生人的事情早已屡见不鲜 尤其是西南大山里 频繁爆出有人带着前世记忆 只不过因为缺乏必要的科学依据 往往被视为捏造博人眼球 山西老太自称活了158岁 经历了三世轮回 一世男人两世女人 前朝做过状元 今世便为村姑 无独有偶 灵魂转世这种歧视 也曾发生在一个三岁小男孩的身上 他叫唐江山 三岁那年 他在饭桌上突然对着父母认真道 这辈子我是你们孩子 但上辈子我有家人 你们相信我 我什么都记着呢 起初 爸爸以为他受凉了 在说胡话 可谁料 唐江山却用稚嫩的语气 将上辈子的家 描述得清清楚楚 甚至连邻居的姓名 自己是怎么死的 都说得头头是道 照这个三岁小孩所言 他家住在千里之谣的淡州 出事那天 他和几个小伙伴 去镇上买柴油 不料半道上撞见了邻村的仇人 双方见到后 从语言争端上升到拳打脚踢 混战中 唐江山腹部挨了一刀 没走几步 就眼前一黑栽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 他隐隐听到有声音在叫自己 等到他再次睁开眼时 已经在墙堡中了 那你上辈子叫啥子 陈明道 我还记着我们村怎么走 事与之此 父亲决定信儿子一回 跟他回趟前世的老家 于是在火车站 出现了滑稽的一幕 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男孩 堆着窗口买票 规划路线 而自己的爸爸却在一旁发愣 我们先到淡帅 然后再转道取新英 最后翻过山头 就看到我家了 听着儿子念念有词 老弟的心里五味杂陈 终于一阵颠簸后 两人来到了一处 完全陌生的天地 临近村口时 父亲停下了脚步 小心道 要不还是找个人问问路 起料 唐江山头也不回 就往村里走 一边喊着 一边和周围人打招呼 而且嘴里念叨的 全都是外号 狗子 二黑 好久不见啊 直到来到一栋房子面前 儿子突然情绪崩溃 哭了起来 他指着门口晒太阳的老人套 那是我上辈子的爹 叫陈赞英 怀着难以置信的表情 爸爸向邻居打听了一下 果然如唐江山所言 那几天 儿子走遍了他前世 待的每个地方 虽然变了一副模样 但对家乡如数家珍的语气 还是使得所有人都深信不疑 陈明道回来了 很快此事惊动了当地电视台 对于发生在唐氏父子身上的奇闻 专家一时也无法给出科学的解释 当然了 也有人坚持 在生人不过是某些群体 清新编造的谎言 纯属无稽之谈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